大家好 我是彤彤 我上集只有介紹到蛋包飯的皮 因為時間快到了 所以我現在要來介紹的是薯條 這次要用的粉是綠色的粉 之後要先在這個裡面先加入水 之後在這個薯條的模型裡面 等一下喔 在薯條的這個模型 這個裡面要先加入一杯水 是嗎 對 現在在這裡沒加一杯水 好 好 之後我們要再加入小綠綠粉 一樣先剪開一個小蓄口 之後呢 一樣先在這裡面加入粉 好 好 好 嗯不错口味 它是什么口味呢 它是苹果口味的薯条 然后要搅拌均匀 现在有点凝固了 水要加入一杯水才行 水不够 水不够 水才行 水不够 水不够 你也不够 水不够 水不够 最少吃一杯 水不够 之後要把它 就什麼呢 攪拌均勻以後 要把它 移到 在這個 大格格子裡面 攪拌均勻以後 要 將它移到薯條模具裡 然後用手指 使進入的壓平 可是我不是在這個裡面攪拌耶 沒關係 先把它切擦一擦 之後呢 之後要用 手指把它壓平 不會黏手耶 摸起來冰冰的 有點像是史萊姆 壓平 壓平 之後呢 輕輕將模具的攪拌下來 放到午餐盤 所以要再用力一點才行 要看到這個 剛上一集 有剪下來的這個盤盤裡面 用湯匙輕輕的 將上面的這個 從腳搬下來 可能要請 爸爸幫忙一下 可是他在 睡覺才有關係 所以 爸爸幫我請 等我一下喔 然後 幫我 取下來 好 之後呢 壓平 然後 幫我取這個 我現在自己來好了 不是 不是 好 沒關係 我自己取 壓平 對 要把它取到切菜板上 從腳腳取 下來 好 有點難取 捏 OK 它好像 我們再放一下 再把它取出來 好了 現在還有 點 濕 所以不太好取 沒關係 我們先把它 放著 等一下再取好 那我們先來 製作 炸蝦 這個 現在 再放一下 製作炸蝦完之後 再說 好 之後 炸蝦膜在這裡 可是 我自己先不拍這個 下集我再拍 好 大家再見 下集我會拍 把它 把這個 取下來的 跟炸蝦 再見 好 好 好 我們 好 好 好